不美參加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徐曉昕遭暴失態大暴走 這個細節我禮拜三個人 單口相聲的時候跟大家說了 我昨天在這個Pod Radio直播的時候 也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一定要請林涛來評論一件事情 因為呢 這基本上套路是一樣的啊 一樣的啊 到了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這個政治人物到了美國去 然後參加人家正兒八經 正經八百的會議 像你們是官選 然後徐曉昕是參加這個正式的會議 然後呢民進黨就在 就有一群人在美國 就喜歡給你們下套 就喜歡給你們設局 然後呢就整合了綠媒 然後綠營側翼的 這個一條龍的攻擊 然後呢先是在美國 就給你設局給你下套 有的是 沒有的事情就跟你說成有 有的事情就跟你小事說成大事 對不對 然後就是透過側翼操作 然後綠媒就爆 然後就開始狂喜狂喜 林涛當時就被洗過了 就是大家又要唱世界名曲 真正開心的見到你 然後我現在就要 再幫我們的LINE業配一下 就是剛才在群組 我掃這QR Code那一秒喔 全部刷真正高興的見到你 讓我感到非常的溫馨 那你是世界 你是人氣宏心欸 不是就是因為 世界名曲人氣宏心 不是這一局是世界名曲 但我覺得很溫馨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又被黑了 又被火烤了 那我們現在火烤已經很習慣 可是我們現在在火烤我們也很聰明 我們要最一最及時的把這一個黑黑人產業鏈把他整個的抽脂剝繭 所以我看到不演新聞台第一時間把那個蕭女士 你前面是不是有人寫薛女士 不是 我自己也寫錯了 薛是新媒體部的副主任 蕭是民進黨駐美國的這個代表 好 那在黑大家的是這個蕭女士 我跟你講我真的想要講一個 我跟蕭女士的一個對話 但算了我不想講 我真的覺得太白爛了 我覺得你之前有揭露一個訊息 是你揭露嗎 還是說這個凡是有人揭露了 就是你們那時候不是 之所以當時那個真正開心見到你 世界名曲之亂 的時候 那其實就是因為民進黨要跑去跟那個大麻商人吃飯 對 然後前一天 然後呢 這個蕭他其實就在 在框裡面邀請大家一起去 然後我覺得最好笑最好笑的事情是 後來有看到那個截圖 他對他就是邀請你們一起去的時候 然後對於這個 這位這位這位叫什麼名字 吳先生 吳先生 吳先生的簡介 然後他的簡介不是他的臉是滿桌的大麻 冰淇淋捲然後還有脆餅 不是 我跟你講 怎麼可以這麼不演了是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不演了還要譴責一個人 誰 康靜宇 你怎麼可以把賴截圖放這麼明顯呢 我先想說 他好歹也是個民進黨的駐美代表 你今天邀請 邀請 真的說 我說實在的 你今天邀請說我們在美國 要跟林濤 這個Mr.Lin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做什麼生意 那Lin當別人當然不能太over 可是呢 就算他是做大麻的生意 大麻衍生產品的生意 我在介紹他的時候 也會放一下他的這個 對不對 他的照片 然後把這個比較爭議的部分引去 結果沒有他就直接拍滿座的大麻給你們看 這怎麼回事 我跟你講他就是一個不演了 他才是不演 他竟然在他這個最後一天的前兩天 他就很開心了 因為跟大家宣布嘛 哎呀要參會啊 要趕快啊 就是寫 你知道為什麼他寫那些嗎 原因是因為他告訴大家 我們要跟這個成功 在芝加哥很成功的商人見面 大家吸引你看要不要去報名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決定要不要去報名 直到他貼出來我們絕對不去 本來在想哎 你拜我們怎麼安排 還是去一下好了 結果他貼完之後 我們就說那我們不去了 你沒有 你沒有心動嗎 你沒有本來不想去 然後看到大麻之後想去 哎其實沒有 那而且重點是他 他是正式的民進黨 駐美國的代表官嫌 他直接在官方中華民國訪團裡面 還有外交部哦 各級官員都在裡面的 這個群組裡面貼出大麻 然後他用他一個個人的line貼出來 還說明哦 他是很成功的啊 他有這些高科技的萃取技術 我一點那個萃取技術 萃取大麻的 哈哈哈哈 新有的THB的技術 哇真的高科技新創 真的 然後那個顯圖 我真的覺得現在line真的很清楚 那顯圖就是 粉紅色的綠色的 然後這個冰淇淋 然後捲煙 哎那看到真的很驚人耶 所以看到那個截圖 我們就不會想去嘛 那所以你看到這位肖女士啊 現在一樣畫葫蘆 當時候呢 在整個 我說真的哦 其實還有一件事沒揭露 趕快揭露一下 倒數第二天的時候 我們跟 你說在芝加哥的時候 你們在芝加哥的時候 芝加哥跟共和黨一個兩位重要的黨代表見面 那兩個重要的黨代表的先生跟哥哥都是重量級的人物 好 哎你這樣講我好像知道是什麼 哈哈哈哈 那現場我就提問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提問就是說 哎現在美國對於整體的這種美台的關係 或是對美中台的情勢的變化 講完之後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也想說哎那你們國防的這個基礎是什麼 因為大家都關心共和黨他對於台灣整體國防是不是像這個最極端的那位說要增加到歐布萊恩說要到5% 我們都想知道 嗯結果呢我問完之後他就插話 他沒有讓人家他沒有讓我們提問的共和黨黨代表回應 他就說哎有啊 這個這個我們賴清德總統已經承諾啦 巴拉巴拉巴拉講完之後 那黨代表就發現沒時間就不講就沒辦法回 你知道嗎 他是等於是在外交場合用講話的內容幹你拐子 就是讓你發問的問題沒有辦法讓美國真正的黨代表回應你 你知道嗎有多過分 那他是去亂的嗎 就亂的嘛 然後你們才是真正的訪團啊 我告訴你那一個那一個台就是前面坐六個人 那這是白Party等就是說基本上這個台應該是美國的共和黨的重要的人員 外交部有一個代表然後藍綠白要各自坐在台上對不對 嗯 上面全部都做民進黨跟外交部的人員 沒有任何一個藍白的重要的訪團 為什麼安排成這樣 我們有 我們有一半的訪團耶 對啊你們這個訪團應該藍綠白是平等的 我們去坐旁邊啦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安排的我不知道怎麼安排然後重點為什麼我不是要苛哲這個安排我要苛哲的是竟然那個黨代表旁邊就做這一個蕭女士 他憑什麼你你又變那個黨主席辦公室的主任他可以因為他是訪團的代表他是就是這次的團長OK我們都尊重長輩 你蕭女士你是什麼你知道後來他解釋是什麼嗎 他因為他擔心被人家罵你知道嗎 他去坐那個位置擔心被人家罵他說啊因為我是他們的選民吶什麼意思啊 因為不是他們的先生嗎是有選區的嗎 嗯他說他在家好像記得加州市這位先生的選區住在那邊的選民 那他又怎麼樣那又怎麼樣就是你基本上可以看到這位蕭女士在外交場合是把台灣的政治代表外交場合在幹拐子 他在幹他也是幹許曉青拐子啊因為許曉青的演說後來許曉青不是把所有的演說的新聞稿 那個演說內容全部都揭露嗎他其中就有提到說台灣他就是去第一段介紹台灣的政治狀況 說現在不是不要就是他其實有一點要跟美國人說明說現在不是民進黨說了算的時代 然後第二段就在講說台灣國防實際遇到的困難比如說我們的武器沒有到貨 我們的兵源逐步下滑這些都是事實 那所以呢當許曉青演說完這些東西內容然後講了美國跟美國人講了真實的情況之後 然後呢他這個這個蕭順文就不高興啊因為他可能在美國就跟美國人講另外一套 是民進黨的敘事民進黨所說的台灣跟許曉青去揭露的真實台灣是不一樣的 對所以他就在那邊嗆因為許曉青講到兵源不足然後呢然後呢蕭順文提問的第一個問題就講說 你說兵源不足兵源常是蔡英文做的請問一下我徐曉青講的有什麼問題啊你你你你你第一個你幹嘛提問啊 這是台美國防工業會議我們是要跟美國人溝通你一個台灣人在美國人裝什麼假美國人你在那邊提問幹什麼啊 第二個第二個徐曉青講的有什麼錯你也是一樣就跟林濤剛講的一樣你在幹他拐子啊 他幹拐子啊所以我跟你講我覺得今天很精準的表現這個蕭女士幹拐子功力 因為他他很明顯就是我們在跟美國呈現很多的因為也你們民進黨也有你們的代表你們有你們的時間啊 每一個陣營白派對等不同的陣代表團講出實際實際的現況來做這個跟美方交流是OK的吧 每一次人家講完你就要去黑別人就要去洗別人人家還沒有回應 然後你直屏講嘛那你就還要去下面裝這個觀眾然後去提問許曉青說哎哎好像不是你不是要提問呢 你是要帶風向哎你是要讓美國人照你的方向走哎 所以這種帶風向喔不尊重其他政黨的代表的這種行為 蕭女士是慣犯 你不是第一次了 那民進黨要放任這一種 這一種我們講的根本不懂外交邏輯外交禮儀的這一種 這一種人這種代表在美國在那邊造次嗎 這是你民進黨過去在美國的經營嗎 我跟你講美國民進黨駐美代表沒有一任是像蕭女士這樣的前面的彭光禮 每一個人大家還是彬彬有理你縱使有立場在外面我們就是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嘛 你沒有必要把台灣人的政治帶過去 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外交多交點朋友無論藍綠都是加分 他這個體現有點像是他現在的角色有點像是美國的地面師 民進黨派到美國去的地面師 你有看地面師那個劇嗎 Netflix劇 總之他就是一個詐騙集團的概念 然後呢就是 就是他在詐欺人家買這個土地 賣不屬於自己的土地 好了那其中就有像林野剛演的角色 就是當快要被揭露的時候 他就會出來 然後呢他就會出來 然後呢就是在那邊 在那邊就是轉移焦點啊 再不然就是協助這個維持這個騙局 對 銷售人在美國就是幫民進黨幹這件事情啊 徐曉欣去 林濤去 林濤去想要問一些真正真正重要的問題 徐曉欣去演說講了一些真正台灣的狀況 是民進黨這個騙局 民進黨在騙美國人的這些說詞 即將要被戳破的時候 然後銷售人就會出來 你就是地面師啊 你就是你就是政治地面師啊 真的 所以 我覺得你現在下這個標很棒耶 對啊 真的感覺好像比他原本做的事情還高貴 所以你每次覺得現在 我覺得現在所有要去這個美國的蒼返的我們的 黨籍的名單 我都會提醒你們注意蕭女士 因為蕭女士出現的時候 你就要去注意說說他會不會在你 跟美國人對話的時候插話 帶風向 然後回來馬上帶 帶帶一幾則這個 還好那個時候他們開始 開始在黑徐曉欣的時候 因為徐曉欣是個半夜不睡覺的瘋子 所以呢那時候他在美國其實是半夜的時間 然後我馬上問他說他能他還能回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會在凌晨 凌晨的時候 就是美國凌晨 然後我們這邊台灣是 是下午的時候 然後才能馬上 就是 我能寫那一篇是因為徐曉欣自己還原那時候的狀況 對 那後來也不是他亂講 因為後來 翁批 翁呂中教授他其實也在 也在會場當中 他其實也說他的版本 就是 就是證實了 我們說的是對 幸好還有學者 對他其實也是很不滿說 為什麼一個民進黨的駐美代表要去干擾台美國 國防會議 那應該是台灣跟美國交流的 你就算是民進黨駐美代表 在這個會議的場合當中 你也是台灣人啊 那你為什麼要去干擾台灣的跟美國人交流 真的是真的是離譜 這位蕭女士啊 反正我跟你講 他還會有很多地面式的做法 下次如果他在發生地面式的做法 我一定要報他一個DL好不好 下次我 你現在就可以報啦 我這個梗留到下次 可是下次會議再有人受害怎麼辦 地面式對不對 地面式一定常常做怪的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每次都被火烤都被你亂洗 對不對 我要回去桃園開議會了 好啦你回去開議啦 這個還剩下三分鐘時間 我來繼續陪大家聊 謝謝 這個今天非常謝謝林涛來 謝謝 還沒有機會 這個今天簡單 這個插播一下 我今天有特別請林涛講一下 因為很多朋友一直在講這個 但是時間來不及的 你可不可以 你有在臉書上寫跟大家分享這個訊息 對我就一分鐘跟大家講就是說 因為這個洞保的 我基本上呢 不管是新竹或是桃園的所有洞保案件 現在是我 在負責 那民進黨當然還有這個 跳一下這個 那我們都我們都覺得就是說 在這個 不管是所有的明代 不管藍綠都是關心洞保的議題 所以這個 這個案子 我第一時間 確認就是說 直接打給農業局長說 你 不管怎麼樣先救那28隻的狗狗 因為現場的狗狗要先保存 所以我們的這個鄉進協會 趕快先把28位的狗狗先做 完美的 就是希望他們不要再受傷受害 那這個案子很吊詭 因為我剛才不是在播之前打給那個嗎 農業局長 曾經釣詭在他現在送給地檢署偵辦 我不要講那麼細的案情 這個新聞出來的內容基本上都是他先生去黑他老婆的 啊 這個故事 因為現場 包括我們知道幾個電視台 殺害犬隻 月收六位數 是 因為現場我們在查扣的過程中沒有看到那些犬隻 而電視台也有去拍也沒有拍到那些受害的犬隻 那所以每年殘殺狗還禁百隻這件事情 以前沒有證據嗎 這些現在目前在地檢署偵辦 不知道真實的情況 因為目前是這個先生的說法 而 我必須啊這 我不知道法律上能不能講這個先生跟 這位太太是有一些糾紛的好我就講到這 所以我覺得這還帶釐清 但至少28隻的狗狗我們就出來 OK好 可以做不通了 我把到底